新人透視 新人透視 今天又回來 第三節 沒有只見的新人透視 但有兩位非常有為的年輕人 兆基創意書院 我都去過兩次 你們學校 有一次我六四的時間去看一部劇 在廣場上 一朵小白花 很喜歡你們學校 有很多雕塑 很有創意的一間學校 尤其是在墳場對面 都可以看你 真的不錯 對面有紀錄教墳場 好 繼續跟阿朗和呂濤 兩位跟我聊天 阿朗曾經有個朋友 在反高鐵這件事上 跟警察有些衝突 你會否覺得警察有時 警權是過大 或者警權對我們市民的訴求 會打壓呢 有時會 很泛濫 我有時覺得 那個跡象就是 因為 例如說起示威 他有時會借一些耳 拿了你的示威區 迫你去一個遠一點的示威區 變相你就會 沒有一個有利一點的位置 變了去一些可能你叫 喊到拆聲也好 但是人們都聽不到你想說什麼 那些有什麼區域 然後你跟他說 他又不會讓你上回去 所以 很泛濫 警權問題 我覺得 你剛才說的問題 正正是 譬如 我記得 唐英年在中大 還沒拿過博士學位的時候 毛毛利頭頭 頒給他 然後有些學生 在那裡抗議 有些網上的朋友抗議 劉俊義說完廢話 就是你剛才說的 另外一邊的 就是你可以很正常的途徑去表達 我們又尊重你表達的自由 就是你說出了那種 譬如你示威區在路遠的 你明明在會展示威區 但他弄出來收盾 就是那個示威區 沒有用的 所以有時候 那個既定的程序 就已經是令到你 整件事發生得不到 發生不到 但是有時候 香港市民就會很信奉這些 好心你們又理性一點 人家又不是沒有給示威區 但是你剛才說的 那個示威區在哪裡才可以 所以文明 有時候就是一種野蠻 這個我想 透過你們的分享 我都可以看一看 不過你們學校 我曾經聽過一件事 很厲害 你們有些同學要求 跟校長 校監 校董 來對話 目的就是要保護一個校工 這個真的很厲害 可不可以跟我們網友說這件事 你說 我說其實我沒有經歷那件事 因為那時候我還沒進去 還沒進去 但我也聽過這件事 真的很厲害 那時候 就是有個校工很疼學生 很好人 學生都很喜歡他 然後有一次就聽到 校工突然之間被人解僱了 然後牽涉很多問題 就說 好像 突然之間說要解僱他 因為他得罪不知什麼人 然後學生就很生氣 有一次就在個 劇場 即是學校類似科 就是我上次看放小白巴 那個劇場 然後就跟校長說 要解釋清楚這件事 嘩 厲害 竟然可以跟學生和校長 說要抗爭 想都沒想過一般的中學 我覺得這個節目 如果有其他一般中學的學生 主流的同學看到 可以學習一下 即是小姬創業書院的同學 那種社會意識 還有那種 其實都是一種民主 對不對 民主的相反就是威權 即是校長 你大了 分道主任 我看到你很害怕 我很暗 MISS 你看到他連頭都不敢抬起 但你不是 你要跟校長抗爭 我先說一下華叔那件事 阿朗有沒有補充 對於這件事 因為我自己那時候在讀第一年 讀一下 因為平時也有跟華叔 聊天 或者跟他聊天 或者有空陪他 他也對我們很好 有一次 無緣無故聽到他說 要被人解僱 即是要離職 接著打聽回來 打聽回來 即是打聽回來的原因 就是 原本華叔是保安員 即是看著大門口 之後 有人說他 經常被學生搭升降機 沒有看著升降機 那些原本是被誰搭升降機 好像被嘉賓 或有行動不方便的學生搭升降機 然後便說 內在的處理 我不知道 最終就是知道有人要離職 然後 我們便不滿 因為那時候 每個人都不知道什麼事 可能聽回來的有幾個版本 然後便要求 首先便想 校方 即是學校那邊 澄清什麼事 即是出來交代什麼事 那件事的背景 接著你們便要求校長對話 對 然後便表態 希望 不用華叔離職 因為每個人都很想他繼續留下 投票嗎 有沒有投票 一人一票 沒有投票 因為那時候 大部分的學生都 表態 希望華叔留下 支持華叔 是否全校的同學 都一起出席了 與校長對話的大會 那時候 就因為 FORM 5 在考會考 放任假 所以 應該只有 FORM 4的同學 沒有基礎 那其他呢 中三中二 我們學校只有 高中 sorry sorry 高中 沒打聽過你的學校 OK 只有中四的同學 也叫做在校的時候 有很多同學在這裏 參與了 大部分 大部分 最後 在那個過程裏 你當時在不在場 我在場 你在場 當時是怎樣 校長的態度是怎樣 或者你們討論的過程 氣氛是否熱烈 很熱烈 很多人都 踴躍地發聲 校長 行政單位 那部分 又沒有說 擺一個很高的姿態 都是 跟我們很平等的認識 討論 是的 這個好 他不是很高姿態 和很平等的認識 討論 校長 鼓勵你們大家去發言 是 他經常說 我們有什麼不滿 應該說出來 應該說出來 大家一起討論他 會不會說 你有沒有 怕 校長 用什麼 我講出來 你抽後算帳 會不會這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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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和校長的信任 就是很重要 校方和學生之間的信任 你們感不覺得 校方其實很愛護學生 校長和老師 是的 很愛護同學生 所以你們就會 放膽一點 來講出你們的心聲 各樣 可以比較一下這間學校 和你們之前的學校 不同的地方 在哪裏 老師方面 我講一講 之前在學校 看到老師 例如在酒廊 又要點頭 叫她什麼 例如 Miss Chang早晨 來到這裏 基本上很輕鬆 跟老師 好像朋友 有時 跟老師 玩一下 叫她傻仔 大家玩一下 挺開心 但是會不會因此而沒有禮貌 你覺得自己 又不會 因為 會婚的時候 最主要都是 應該要有 基本禮貌的時候 是會控制到的 OK 那呂徒呢 呂徒又跟我們講一下 那個分別在哪裏 我之前 之前是 可能是我自己個人的問題 我以前的學校 其實都OK嫌 但是 我自己 那關你什麼事 OK嫌 但是我不管 因為 OK 其他人會見到 SIR Good Morning Sir 那些 我嗨 那些 不理 可能那時候 是覺得我頑皮 我覺得不需要 搞到他好像皇帝 然後我是奴隸 見到他 要不敢看他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 但是 就是那個氣氛 就是周邊的人 都是很害怕老師的心 例如周會 很害怕 是 是 但是進來 就更好一點 因為是 其實是 我們叫老師做Mentor 嗯 甚至是 他們主動來 捏我們玩 就是有些人 是 出口來還是很習慣 以前那種認識 但是是 那些人 自己捏我們 說 不要那麼緊張 開心心 聊聊天 甚至是 不會 每次都說 你又不會 你讀書 會很關心你 會很關心你所有事 所以 所以 以前 就不會這樣 就是沒有那麼親密 你的關係 嗯 我在他們兩位同學 就是少喜創意書院的同學身上 看到 教育其實應該是這樣 就是學生成為主體 我們經常說 其實就是在他們身上 可以看到 尤其是當最近 很多香港社會 對於年輕人的論述 很多時候都說你們不行 又說你們壞 又說你們吸毒 又說你們濫藥 有染毒又成的 的時候 我覺得要多些向 少喜創意書院的同學 一起學習 多謝兩位 今天 謝謝 多謝 好